美国海军陆战队为了应对平凡开展南海军事化的中国 同时作为陆战队组织重整的一环 正在计划创建小规模快速反应的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 简称MLR 海军陆战队人士称 最初作战团将设于美国夏威夷 之后可能会依次部署在关岛和日本 MLR预计划的海军陆战队 预计将被放在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旗下 司令部在冲绳 海军陆战队3月公布了部队设计2030计划 计划称任务重点将放在印太地区 创建MLR并完善其为具有海上和离岛作战能力的体制 随着2030年陆战队人数将削减至约1.2万人 运输机部队也将减少 拥有的坦克将全部废除 取而代之的是机动能力增强的导弹及火箭炮和无人机部队 对于武装渔民占领离岛等不到武力攻击程度的灰色地带战略 陆战队还强调需要对抗的能力 虽然没有点名 但凸显了对强行开展东海及南海活动的中国的警惕感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络版对海军陆战队伯杰司令进行了采访 他说计划的核心是确立以对战中国海军为任务的滨海作战团 滨海作战团也就是MLR的特点是能在敌方导弹攻击的范围内 与美国海军合作进行机动应对 将执行分散部队保护大型反舰水面舰艇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 今后计划用三年的时间首先部署于夏威夷 对当地大部分部队进行重整 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士兵总计1800至2200人的规模 之后也打算部署到日本基地或关岛 MLR简单的说就是快速反应加上潜水区作战 同时战舰小型化多功能化和模块化 美军之前为此专门打造滨海战斗舰 简称LCS又称静岸战斗舰 是美国海军下一代水面舰艇的第一种设计 作为滨海区域作战的水面舰支 LCS比海军的导弹驱逐舰更小 与国际上所指的巡防舰或护卫舰相仿 然而LCS还具有小型攻击运输舰的能力 具有可操作两架SH-60海鹰直升机的飞行甲板和机库 还有从船尾回收和释放小艇的能力 以及可以运输一支小型攻击部队的货运量 还可以搭载装甲车和码头接驳器 LCS的标准武装是一门MK11057毫米的舰炮 并可依据不同的任务套件选用非直视性发射系统 或者MAC54、MACO轻型鱼雷以及其他武装 它还能搭载无人空中水面和水下载具 LCS强调速度可根据战斗任务类型 灵活调整模组空间和较浅的吃水 美国海军部长高登英格兰描述LCS的概念 是建立一个小型快速可操作 相对便宜的DDX家族成员 它可以承担各种作战角色 如包括反潜、反水雷、反水面舰艇、情报、监控和侦察 国土防御、海上拦截、特种作战、后勤保障 它采用模块化设计 能替代更慢、更特质的舰艇 如扫雷舰和攻击艇 但正因为目标任务太多 而美军的要求又极为苛刻 比如说LCS的排水量最好能达到600吨 吃水不要超过3.1米 舰员只有6-8人 航速不低于50节 且续航要达到1500海里 导致现实中很难达到 而模块化设计又导致某项功能 不如传统的单一功能军舰强大 但是价格却高出很多 结果就是LCS在近几年故障频发 生存能力较低 所以LCS只有在夺取了制海权 且已经压制暗机反舰部队之后 才可以投入近海作战 而MLR滨海作战团 从建立到成熟 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